大家好,我是高雄市延長國小 家庭會農業會長 還是智峰團的團長 我在這個大高校一定建設很久了 因為這個大高校和這個媽媽有些接受到實際 我畢竟是一個老師,我哪是教授 我是一個教書者 所以我的一個奉獻跟我的一個資助 就還是一個教育的目的 那我知道我們的管委員就是我們的媽媽 對這個教育的推展也不遺憾 是一個相當用心的人 我打個比方 在我認識的某一個學校 他們的一個船船設備出了一點狀況 那時候可能是管道的問題 以及一些種種原因 看媽媽不是很清楚這個狀況 那後來我透過他們的特助跟媽媽取得聯繫 跟媽媽知道這個事情沒有惡化 很快的就幫我們把這個預算 向上面給申請下來 那也造福了在地的一個學子 在這個比賽或者訓練的修改安全性 那因為從這個過程當中 我發現我們的管委員 不但是一個非常積極熱心 這個台灣設計的一個委員之外 他對這個教育的一個關心度 是覺得我們非常敬佩的 因為如果說今天這個問題不解決的話 那孩子所承受的風險會非常非常的大 那從這裡我看到管媽一個熱忱 一個教育的用心 因為畢竟我是一個以教育為主導的一個教育者 那以教育者的觀點 等我們這個管媽認識呢 我覺得非常非常濃進 他也覺得對我們的下一代的一個人心 而且在一次很有緣的情形之下 我也受證書於他的一本自己寫的書 那從那本書當中呢 我另外認識管媽的另外一面 那我知道 這位委員在高雄市 是一個長期的一個根源者 我在昨晚曾經 跟我的一些朋友 還在開玩笑說 我們台灣的政治任務 有時候的提供 太過於急於盡力 為了這個個人的一個前景 那忽略到了一個種種的一個想法跟根源 那我覺得管媽就像我們講的 好像十年二十年模擬建立一樣 很不簡單 因為他在我們的高雄市已經生了很久了 自從他有當立委 甚至在高雄市的市政府也才經營到的會邀請 那他始終跟這個高雄市的期待是分不開的 那我相信他對高雄市的市政府 跟他的建設跟他的前景 也有他的一個看法跟他的一個未來 那他的熟悉度也是我們眾所皆知 所以在這邊呢 小滴呢 在這邊推薦一下 我們管委員長的關媽 在我們的三月份 三月初 有一個民調 那屆時我們希望說 跟我一樣認同關媽的人 能夠踴躍支持 那電話如果剛好 有打到貴府 那你想我們一定支持 唯一的支持者 就是管畢體管委員的關媽 謝謝各位 謝謝